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怪谈电影中的最高杰作 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的中期 被填港山翻的浪人鸣鼓伊幼卫门 因为品行不端 其岳父四股左门勒令女儿和他离婚 伊幼卫门苦求未果 继而恼羞成怒 拔剑杀死了岳父 以及和岳父同行的好友佐藤颜兵卫 在整个谋杀的过程中 四股左门的仆人植住 一直在旁边静静的关桥 等伊幼卫门杀人之后 他却过来帮伊幼卫门出谋掩盖这场谋杀 原来四股左门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阿炎嫁给了伊幼卫门 小女儿阿秀 许配给佐藤颜兵卫的儿子佐藤宇茂七 但是植住却妄图霸占阿秀 故此才帮伊幼卫门遮掩 当时来到两姐妹面前 证明四股左门和佐藤颜兵卫 都是被一个脸上有刀疤的浪人杀死的 于是伊幼卫门和植住 带着阿炎阿秀姐妹 以及佐藤宇茂七 踏上前往江户的仇讨之路 但植住却将宇茂七 视为霸占阿秀的绊脚石 因而一直缩使伊幼卫门将它除掉 路过乡根 在曾我兄弟墓地的附近 进行仇讨的祈祷时 两人合谋将宇茂七推落悬崖 然后植住慌忙跑到阿炎姐妹面前 乍称遭到仇人的袭击 宇茂七被打落悬崖 伊幼卫门和仇人殊死不斗 依然没能将她救下 虽然敌人被打退 但是难保不会再来袭击 伊幼卫门过来又配合植住演戏 阿炎和阿秀姐妹信以为真 当时慌了心神 植住趁机又到 情况紧急 我们暂时先找到安全之所 但此时的阿炎身体不适 于是伊幼卫门留下保护她 让植住带着阿秀先走 这下正合植住的心意 当时拉着阿秀就离开了 到了江户之后 阿炎和伊幼卫门 过着贫困的浪人生活 此时的阿炎和伊幼卫门 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但是她一直惦记着 失去联系的妹妹 和为父报仇的事情 按照仇讨的习俗 如果不能仇讨成功 便无言再回故乡 但是伊幼卫门 却绝口不提仇讨的事情 阿炎只能暗自常态 伊幼卫门听了 心中自然十分的别扭 便摔门出去 偏偏在路上 伊幼卫门遇见一群歹徒 准备抢走奇本武士 伊藤喜兵卫的孙女阿梅 随仗义相救 阿梅见伊幼卫门 仪表堂堂 又有侠义之风 不觉有了轻木之意 为了表示感谢 喜兵卫赠予伊幼卫门一些钱 谁知伊幼卫门表示 虽然自己很穷 但也不能接受这些钱 这让喜兵卫 对伊幼卫门的品德 很是钦佩 随后伊幼卫门辞别喜兵卫 来到一家赌场 见到了植柱 原来他和植柱早有联系 只是瞒着阿颜阿秀姐妹 植柱一心想霸占阿秀 只是未能如愿 到最后阿秀说道 只要植柱帮他报了复仇 便答应嫁给他 这时候植柱听说伊幼卫门 救了喜兵卫的孙女 便劝他趁机娶了阿眉 摆脱贫困的浪人生活 而喜兵卫也想让孙女 嫁给伊幼卫门 并让植柱帮忙撮合 如果伊幼卫门能攀上喜兵卫 自己也能捞到好处 植柱喜滋滋地答应了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伊幼卫门终究难以痛下决心 这时候植柱提醒他 可别忘了你是阿炎的杀父仇人 伊幼卫门心中一惊 当时来找翟月 自从生完孩子以后 阿炎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一边吃药调理 一边让翟月按摩 伊幼卫门就让翟月趁机强奸阿炎 翟月听了先是一惊 但随即明白 他是想以不忠的借口来修调阿炎 然后再和喜明卫的孙女结婚 伊幼卫门又道 事成之后另有重赏 这翟月原本就很喜欢阿炎 当下喜道 这可真是美差呀 为了让伊幼卫门对阿炎彻底死心 阿眉的乳母给植柱一包 能让人变丑的毒药 于是植柱便唆使伊幼卫门 将毒药放进阿炎的药中 当天晚上 伊幼卫门将之前当掉的和服赎回来 又给阿炎买来了新药 阿炎还以为他是回心转意 当时感动得流下泪来 伊幼卫门趁机将毒药放进药里 让阿炎喝了 这时候翟月过来为阿炎按摩 伊幼卫门找个借口便出去了 翟月在按摩的过程中 双手在阿炎的身上胡乱地摸 阿炎立刻历声斥责他 翟月慌了 一股脑说出了实情 阿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丈夫竟然怂恿别人来强奸自己 呼地他头痛欲裂 不由地大叫一声 直叫口渴 翟月闻言即可为他端来茶水 喝完水之后 阿炎这才感觉好一点 而这时翟月看到阿炎的脸时 不由地达人失色 却是毒药发作 阿炎的脸上长出一块肿瘤 原本美丽的面容变得奇丑无比 阿炎堵近一看 不由地魂飞天外 这问翟月是不是在水中放了什么东西 翟月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连忙说道 水本来就在水无中 即便有什么东西也是之前有人放的 阿炎恍然大悟 是一右卫门下了毒药 煞时间万种悲苦涌上心头 父亲惨遭杀害 妹妹渺无音讯 丈夫为了抛弃她 竟是百般残害 与其忍气吞声空接怨 不如将这冲天怨气化作诅咒 诅咒一右卫门 诅咒杀害父亲的仇人 于是阿炎抱着孩子自杀而亡 过了一会儿 一右卫门回来 问翟月事情办得怎么样 此刻的翟月惊魂未定 告诉一右卫门事情没办成 一右卫门比较到真是没用 随后一右卫门见阿炎已死 倒也是省得自己动手 只是翟月知道事情的底细 万不能让她活在世上 当时拔剑杀死了她 这时候躲在一旁的植柱才出来 他们俩将阿炎和翟月的尸体 定在门板上 趁着夜色沉入河水中 处理完之后 两人各自回去 一右卫门和阿炎举行婚礼 如愿入坠到喜冰为家 但是婚礼之后 却发生了许多灵异事件 先是一右卫门恍惚听到阿炎在喊她 再抬头一看 某人见到阿炎以临死姿态倒挂在屋顶上 质问她为何害自己 紧接着 准备救寝的阿眉发现围杖上有一条蛇 不由得尖叫起来 一右卫门闻讯急忙将蛇赶跑 就在两人以为无事之时 一右卫门赫然发现 床上之人哪里是阿眉 分明是阿炎 吓得她肝胆剧烈 提箭上前胡乱地砍杀 等没有了动静 这才发现 刚才被她杀死的竟然是阿眉 儒母听到动静 在门外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右卫门转身向门口瞧去 又看到阿炎 六神无主的她挺肩刺去 不想又杀死了儒母 忽然背后又有人唤她 一右卫门定睛一瞧 赫然是死去的翟月 当下不加思索上前砍杀 结果杀死了喜兵卫 一右卫门暂定心神 知道是冤魂缠身 于是跑到蛇山寺 请求法师帮忙驱邪避凶 天亮后 一右卫门在附近的河边 遇见了植柱 此时的植柱 正喜滋滋地等阿秀嫁给她 原来植柱故意结交 一个脸上有伤疤的浪人 趁其不备将其杀死 然后她带着阿秀来指认 那人就是杀害阿秀父亲的凶手 随后她就要阿秀兑现诺言 只是因为帮一右卫门处理尸体 这才耽搁了一晚 她在河里打捞上一个梳子 和一件河服 便准备送给阿秀 再成全好事 当下向一右卫门辞别 回到家中 当她洗脚时 忽见水盆里全是蛇 不由得大声尖叫 阿秀过来一看 却是什么也没有 这时候阿秀发现 植柱得来的梳子和河服 都是姐姐的 她思存道 这些怎么会在河里 难道是姐姐遭遇了不测 正在胡思乱想 忽然房门打开 却是美丽的阿炎 阿秀并不知道 姐姐已经遇难 当下大喜 连忙将她迎进屋内 而植柱早已是魂飞天外 以亡灵之姿现身的阿炎 将她压在门板下 但在阿秀看来 不过是一块普通的木板 被怨灵缠住的植柱 吓得毛骨悚然 怎么爬也爬不起来 当时大叫道 不关我的事 是依偶为门杀死了你的父亲 等她说出真相之后 阿炎才放开了她 她挣扎起来 发疯似的逃出门外 且说阿秀 眼前的阿炎 面无表情 一不说话 只是将阿秀 引到被前屋客栈 阿秀仿佛失去了心神 一步一驱地跟着 等她换过神来 发现姐姐已经不见了 眼前之人竟然是 左腾羽帽七 两人久别重逢 当真是悲喜交加 原来羽帽七 从悬崖上掉进河里 被路过的好心人救下 然后就四处寻找阿秀姐妹 刚才她做了一个梦 梦见罪魁祸首 乃是一右未门 不觉惊醒便看到了阿秀 阿秀在房间里 发现姐姐的梳子 方物是姐姐的冤魂 指引她和左腾羽帽七 相见 她又想起 植柱的话 两下一印证 这才知道 杀人者就是一右未门 而教唆者正是植柱 而此时的植柱 已经找到一右未门 为了摆脱冤魂 她想要远走高飞 她认为一右未门 如今已经得了洗兵魂的财产 所以在临走之前 想要拿走自己的那一份 但是一右未门恨道 我今天的这一切 都是拜你所赐 说着拔剑杀死了植柱 这时候天地变色 一右未门知道 阿延的冤魂又来缠她 便急忙跑到佛堂 寻求庇佑 但是佛堂呼的消失 冒出许多鬼火 一右未门大害 想要夺路而逃 却被阿延和翟月的亡灵 堵住去路 当真是上天无路 陆地无门 便在此时 佐藤宇茂七和阿秀 仇讨而来 一右未门没想到 宇茂七还活着 此刻她困兽有斗 拼尽全力厮杀 最后在阿延和翟月的 冤魂帮助下 宇茂七和阿秀 杀死了共同的仇人 一右未门 这也让阿延的冤魂 得到了安息 我是飞花硬镜 欢迎喜欢的小伙伴 关注和三连支持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碰撞出 刀与剑的火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